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但愿神话语的能力进到我们的工作 婚姻 家庭 职场各方面成为祝福 我跟主祷告 那么从圣经的哪一卷书 哪一章 哪一节开始呢 主给我一个感动 诗篇 诗篇第一篇就是一个祝福 它说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那就是神的话 喜爱神的话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哇 你看 这就是一个福气 但是进入这个祝福有一个前提 它前面讲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献埋人的座位 这三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 其实它在说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态度 不一样的价值观 不一样的行为模式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可不可以很勇敢的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我们好希望 我们领受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格外的祝福 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祝福 就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而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是需要勇气的 我求主恩待我们 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说 在办公室 勇于跟别人不一样 在整个家族里 勇于跟别人不一样 在所在的社区 我很勇敢的跟别人不一样 这就是分别为神 我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 有一个勇敢的心 而这勇敢的心 会带我们进到上帝的祝福里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说 主啊 求祢在这一天当中 给我们一个从祢而来勇敢的心 不是个性的 不是习惯的 是祢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 勇敢的和别人不一样 勇敢的照着圣经的原则过日子 我也求祢施恩 因着这个勇敢 带我们进到上帝荣耀的祝福里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因着从神而来的勇气 过不一样的生活 进入不一样的祝福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在全新的一天 靠主 有勇敢的心 得着力量 分别为胜 这是 蒙福的一天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